那時晚一點的人會比較情緒化 很多想法或想法是那時才會走出來的 Hello Bazzara的導者 大家好 我是法拉 8點45分我會寫劇本 起碼有一段時間我早上7點至9點寫劇本 因為那段時間是逼自己 第一可以早起床 第二可以寫完之後 就沒有其他迷惑 就可以開始一天了 下午1點鐘做Yoga 因為那個時間是沒有人去Yoga Studio 那我又可以做完之後才吃東西 吃一個很遲的Lunch 下午4點鐘 嘿嘿 妒忌咧 我有時會看電影 或者是電視劇 因為在做功課或研究 那個時間是很安靜 沒有任何擔心 我就會煮電影 通常我吃飯比較晚一點 可能8點開始吃 所以那時是吃飯 晚上11點鐘 應該是跟朋友喝東西 跟朋友聊天 有時是跟朋友一起聊天 覺得是總結一日的生活 還有那個時間晚一點的人 就會情緒化一點 很多想法或者想法 是那時候才會走出來 其實是比較有創意的一件 其實是比較有創意的一件 其實是比較有創意的一件